首先非常感谢就是蔡老师跟郑老师 他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特别让我四华 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画廊的一个主体 那我们画廊是印象画廊 在台北已经有37、38年的历史了 那我个人是在艺术市场已经有19年以上的经验 所以说算是如果会后有一些问题 大家都可以直接问我 那我会尽量为各位解答 那我先认识画廊的那个总监 也是去年是那个画廊协会的理事 所以如果对于画廊协会有相关的问题呢 我也可以为各位解答 那刚刚有看到就是说 大家以后看到我呢 其实可以轻松的就是叫我Robert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叫我欧总监也可以 那其实我在演讲前呢 一直想要跟各位去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对于艺术这件事情的理解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或是什么样的人需要 那这个呢其实在我后面的演讲里面会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艺术市场呢其实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这些问题你要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去产生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从我过去在画廊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了解艺术的人很小众 然后画廊就那几间 然后艺术家呢大家了解的也不多 或许就只认识几个 例如像早期像杨三郎 或者是租名大师等等 但是曾几何时你们有没有想过 现在的艺术好像百花齐放 就是说可以很多元 有的A同学认识 有的B同学认识 那没有对错的问题 其实就是要让它推广 只要能够推广 那艺术的产业是无限大 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讲呢 要怎么推展一个艺术家 过去在Rober 我的角色里面 大家认为说 艺术的管理人或艺术的经理人呢 他其实就是 我就是买卖画而已嘛 我卖画买画 那跟现在有差别在什么地方 现在如果有同学对这个有兴趣呢 其实你可以慢慢理解 我们的角色叫什么 叫做艺术经纪人 什么是技术经纪人 就是说过去你看到的是 经纪人他捧红了一些明星 包括周杰伦 包括一些现在线下有名的明星 但是你也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你可以捧红一个新的明星 打造一个明星 从一开始变成所有人都认识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所以未来的艺术跟我们想像过去的艺术 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我换一下 一般来讲呢 就是有分这几点啦 这是一般的画廊的业务 然后到后面的这三点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型的 就是说它可以达到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事情 那当然我先简短介绍一下说 之后呢 会安排各位同学有兴趣到我们画廊去参观 这是我们的一楼进来 那你会看到它是很多元性的 那这是二楼 那可能各位就看到 这个就是朱德群的作品 那这就是朱敏的作品 那例如像这样就是所谓的一个连展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朱敏跟朱德群会得到这个位阶 那这个是比较困难 有时候他就是必须做研究 一开始呢 我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画廊的任务 一开始就是这种很简单的 画廊内部通常都会办展览 那有时候一些朋友跟你们熟识 他说我们找时间 我们刚好画廊有展览来参观一下 这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或有时候我们在哪边展览 然后找一些好朋友来热闹一下 所以通常画廊内部 以我们画廊来讲 我不会一年超过五档的展览 因为这样子的展览的品质 会比较好 不用时常办展 但是每一档展览都要精彩 但目前你们看到的是 之前杨三郎老师的一个回顾长 那画廊的经营呢 其实有时候它是多元性的 我们不像有的画廊 它只有经营一个品项 我们是广的 有老画家 然后有当代画家 也有现代的美术 那中间的这位呢 是杨三郎美术馆的馆长 当然前一阵子也因为过世了 那旁边都是一些收藏家 那当然我就站在这边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 服务收藏家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也会跟各位去介绍 那艺术家各展 我们画廊是 这里面呢 我们是亚洲区代理 Jack Quinn Jack Quinn 可能有同学是知道的 他等于是目前在 美国的当代艺术里面 排名是第一 那在全世界的拍卖记录里面 现在也是世界第一 再次艺术家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呢 那等于就是我们当时各展的一个现况 那当然最红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蓝色的气球狗 那可能有同学之前呢 他可能有在新闻上看到说 有一只狗打破了嘛 然后后来造成了一个轰动 那这个就是 其实你们看到这是他的本尊 那这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介绍的一个过程 那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谓的个展 那个展大部分呢 都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一种 就是大概两年的一个努力 然后也可以当做一个发表 那我们是跟艺术家这样说 你如果能够在我们画廊办一个个展 就基本上你就具备一样一定的人力了 那如果能够在我们画廊办两个个展以上呢 基本上要挑战美术馆的能力就应该是足够了 因为我们画廊的场地之后 各位同学来就知道其实也不小 所以要办两个个展 他才有办法挑战美术馆的空间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去年一个很成功的展展 就是花的主题 那这个是等于连展 连展的部分呢 有时候他有主题展 有时候是等于是 像这个 一次呢 他是有十来位艺术家的 有老中青 所以说像这样的主题展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规划相当长的时间 那大家看到有 上面从老画家到年轻画家都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这个是画廊正规的五档展览里面 他有各展也有连展 那只是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展展展是个美国的艺术家 到时候也会邀请各位一起 那当然连展如果人数很多 通常你看的人 参观的人数也会很多 因为有的人喜欢看这个 有喜欢看那个 那一个好的展览 其实就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艺术要怎么推入生活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要只设限在我们的空间 在十几年前我认为说 我们努力了那么久 空间现在也不错 那是不是这样就足够了 后来发现其实永远都不够 不够的原因是在什么呢 我在怎么宣传 我在怎么去办展 各位同学可能都不一定 能够接收到我的讯息 或者是很多的朋友也没有接收到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发出去的讯息 接收的能量都有限 所以我们要走出去 所以后面我会跟各位同学讲 走出去这一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呢 是各位同学之前也都有听到蔡老师在讲 就是说他所谓的博览会 那博览会像现在他去参加的香港的那个阿巴授 其实那个就等于是整个全亚洲最重要的一个议博会 他是相当盛大 所以也鼓励各位同学之后有时间 他大部分都在三月底的时候 特别去了解一下那个盛况 那我现在分享的这是等于是去年的那个阿台沛 阿台沛基本上都是十月在世贸易馆 那所参与的画家大概都会有一百多间的艺朗 那规模也算是全台湾算是最久而且最大的 所以十月份的时候大概二十几号 大家各位同学如果有时间也尽量控下来 那你就可以了解现在画廊在推的趋势 看益博会这件事情其实要跟各位分享 他就是在讲趋势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益博会都在推什么样的画家 他一定是推卖得掉的 如果卖不掉的 他的展位费都赚不回来 所以你看到画廊都推什么 就是现在流行什么 他一定要卖得掉 也是一定要能够推展的成功 所以益博会其实看要看门道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看主要的顶尖画廊 那几间画廊都在推什么样的风格 那也是一个就是他在推未来的方向 所以益博会里面呢 当然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范博 范博的话就不一定但是 如果是看像阿台北 或是阿当代或者是像阿巴手这种 基本上 还有一个在那个 中国上海 021也很好 所以这几个都要去看 那这个是益博会的部分 那后面也会跟各位讲到所谓的拍卖会 拍卖会到时候也会让你们去了解一下 那当然这就是 我们画廊最主要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包括 租名跟租德群的作品 因为他就是线下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再跟各位去分享就是说 一个画廊他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有一个趋势性 前十年 所最重要的是谁呢 就是一个潮流艺术跟日本的当代艺术 那这个艺术呢 慢慢的走到一个位置 他变成成熟性的时候 他就不会爆发性的成长 那我们就要寻找下一个接棒的人 那目前我们感觉呢 又会回到所谓的经典艺术 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艺术 当然就是 一定是不陌生的这些 这些经典的艺术家 那当然这些都是艺博会的一些现况 那各位同学应该精神都不错 我们现在进入主軸 前面的介绍呢 就让大家有一个小的了解 真正呢 想要带领大家就是我们 怎么去代理画家 怎么去打造所谓的艺术的明星 这一位呢是 旧金山的 市长 李孟贤先生 这是洪玉老师 那是当时在旧金山展览的 那种现况 第一个呢 代理艺术家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叫做 代理的合约 一个叫做展览约 一般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两个 那 那 有时候你们之后慢慢懂 我跟这个艺术家有没有签代理约 那代理约到底有什么重要 画廊觉得这艺术家很重要 想要全力栽培 他一定会签代理约 因为他有potential 那如果只是签展览约 有一种是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拿到一个展览 那 你看这个其实就会很准 那展览约呢 他有分各展连展跟 我就是 刚好带着他去美术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我讲太快 各位同学可以提醒我一下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第1个 代理约呢 他有分全球代理制度 像我 下个月要展览的 那个Huben Chikler 他是一个东欧的艺术家 然后 他目前已经 等于是美国籍 所以也算是美国的当代艺术家 那我们跟他拿到的就是亚洲的代理圈 那 有的呢 台湾的艺术家我直接拿全球代理约 那包括 Jack Prince 因为他是 最强大的当代艺术家能量也是最强 前一阵子还把作品发射到月球去 或许有的同学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那我们也是他的亚洲的代理 代理商 那展览约 基本上就是我可能只谈一个个展 或是两个个展 或者是像刚刚我们主题连展 我只是要他的作品 那一个是我想要征求美术馆 的方式 然后把他作品引进来 这个方式我们也做过 那一般来讲我现在就是 以这个案例来 让各位去了解 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打造一个艺术家 让他变成 大家都认识 可能 我也有很听过的一个状态 第一个他还是要有销售的部分 那销售部分 A的部分 因为跟刚刚有点重叠 他也是包括我们会办他的个展 连展 带他参与益博会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同学刚刚有讲过 等于是你们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也是在推展他的一个部分 但是 这个就是一般的画廊在做销售的部分 他并不会 让这个艺术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入你们的生活 那我们接下来就走进阶版 因为各位同学都很厉害 我直接就走进阶版 第一个 跨领域的结合 这几个部分就是让各位去了解 怎么叫跨领域的结合 这边我先把他带过 因为他等于是 这就是个展 个展等于是在画廊里面 所有的那个 作品都是他的个人作品 那主题连展就是 他的作品旁边会有其他的 然后 艺博会呢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 参加艺博会 成为 艺术的代理人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你看 第一个 这个大家一定认识是谁 有没有不认识的 胡瓜先生 那这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不认识 右上角的这个 他叫王伟中先生 王伟中先生 大家比较不认识 伟中哥 但是有的人也蛮认识他的 那在这些领域里面 大家就看到 其实 好像名人都在身边 以前大家觉得说 我要怎么去认识到 好像 只会出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些人 常去逛艺博会 常去艺术的领域走动走动 周边身边就是 像我们去年在艺博会的时候 那个 那个酷龙 就随时就在我们身边而已 只是没有看到大S 那所以你会觉得说 画廊 艺术 跟 生活 慢慢好像拉得很近 不是这些人不是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或是我们只能在 一些新闻上看到 其实在我们周遭 那为什么他们要接触这些艺术的东西 其实 这里面 最好玩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 跟 伟中哥一样 我们都是经纪人 我们就是艺术的经纪人 那各位呢 对这个领域 产生了兴趣 那因为 我有问那个 我们 郑老师 其实各位同学不一定只是 一个主修而已 他也有管理学院的 对经济学 对什么都熟悉 那艺术经纪人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第一个 对艺术有热情 喜爱 第二个 就是 基本上要有点商业的知识 所以我之前到了其他的学校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说 基本上大家要学一点 经济 会计 行销的东西 让大家对这些有一个基础概念 那对于推展艺术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前 读艺术的 只懂艺术 那就说 奇怪 为什么这个艺术品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作品 本来 10年前 他就是 10万 台币 那怎么现在变成100万 那又隔了10年 他变成了500万 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关键点的地方 要懂一点行销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汽球狗 他也是 用一种方式 特别的 有去做那种行销策略 所以你现在看到他的时候 一开始看到他 诶奇怪 好像台币大概是在 六七十万台币 单件一件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了 你知道吗 不小心打破 为什么打破 他说 一般规定是要用那个压克力整个造好 然后把它放得很安全 对不对 然后他刚好有一个 不小心就这样 包包 卡到 就破了 结果破了那边多少 现在单件 一百七十万台币 隔多久 隔一年 多了一百万台币 我说诶奇怪怎么会是这样 那大部分 物理看花 但是我跟各位同学讲 未来呢 还有更贵 那这就是 艺术家 结合了商业模式 然后 他怎么结合 他出现在我们常看的电影里面 有没有看过博物馆精魂业 博物馆精魂业 你们有看过有一只那个汽球狗在那边跳跳跳 对不对 你们也会看到一些 所谓的电影 广告 甚至你到LV的橱窗 你有没有看过 那里面也摆了艺术品 一边这样子 行销行销打造 最后那件作品就是慢慢的上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同一件作品 同一个艺术家 不同的时间价格不一样 原因 慢慢的你们就会了解 那这些 艺术品呢 又接受了一些名人 他的一些加持以后 也会让他的价格不同 过往 跨领域的结合想要让各位了解 这个是 在我刚进入业内的时候 大家常在讲说 逛百货公司会不会看到艺术品 答案绝对是叉叉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说 艺术品好像很高尚 然后很高雅 只能在那个美术馆 只能在画 或是在某特定地区的人看到 但是 Rober 告诉大家 艺术品要 要在生活中 就是 你任何街道 任何地方 公园 甚至百货公司 你想像不到的地方 你都应该看到 像我前一阵子去看那个 T1的篮球赛 里面怎么会没有艺术品呢 你想像不到的地方 他都应该有艺术品 当能够到这个位阶的时候 他就会 很厉害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让艺术家 让艺术品 很厉害 让什么样的人需求 所有的人都需要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 产业 环境 他都需要艺术 当你有这样子强大的认知跟热情的时候 艺术家的价格 不是问题 好 星光三月 我们第一次跟他合作 我们就 谈全省 十三间的星光三月 全部都填了 这个梅花路可能大家还有印象 还放在那边 全省十三间 从台北到 高雄的星光三月 全部都有放 那这是一个开始 那后来呢 他们觉得效果很不错 就开放 未来每一年都展 但不一定展红艺 那这 不展红艺老师 展其他艺术家 其他艺术家有 有出头的机会 因为星光三月曝光的 是非常大的 有没有打高尔夫球 可能未来有些同学会去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主办单位裙摆摇摇跟我们说 他想要结合不同的 方式去呈现艺术 非常棒 我们也是第一个 站出来就支持 可能那时候 Robert我还很年轻 我就说 反正任何的尝试我都愿意 然后他说 那我如果不小心开球 打到作品的时候 我说好没问题 你打到他我把他修好 你要知道那个LPGA是怎么 他那个电影 他是直接跟着那个球 飞飞飞 打到他的鼻子 全球就爆红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经营艺术家 经营艺术的人 头脑不能很硬 要很灵活 任何事情 你都要能够转念 你看到这样的作品 他就摆在那边 然后 LPGA所有的曾雅琳在开球 每个人开球都看到他 然后一个不小心打歪的 打到他的时候 全球的目光就在他身上 这就是一个改变 为什么 运动赛事不能出现艺术品呢 谁规定的 没有 这就是打破 你要当一个 好的经纪人 你要打破所有的框架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是在我们的 美丽华的球场 但是 你们要想 这个球场 因为展览很成功以后 我们又直接拉到了 旧金山的莫塞德湖 也是LPGA 第二个 推展公共的艺术 因为我们跟不同的大企业合作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 这个艺术家的声量变高了 对不对 第二步 我们要让 所有的民众都看到 那就学谁呢 学知情的 族民老师的模式 你 跑到一个公园里面 你跑到任何一个场域 怎么出现了一个 龐狼大物 看起来又很漂亮 这到底是谁 就是红衣老师 我在任何的 很多的地 那当然这个是 就是美国的在台协会 他典藏的 台中市政府有看过吧 我们有的同学 甚至到台中 看到两个 龐狼大物的大象 这就是红衣老师的作品 这是台 台中市政府那时候合作的现况 苗栗 有大家去客家文创园区去买一些名产 去旅游 有没有看到艺术品 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水的上面 其实也是 蠻有感觉的 那其实 这个就是我慢慢的做很多东西 那今天能够让大家看到的都是一小部分而已 只是 怎么让这个 想法 概念能够更大的实现 其实要靠 大家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量再放大 其实就能够达成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的自媒体这么方便 也可以多去结合的 最近如果有时间出国 出国去看那个 那个路径 应该是说回国 路径大厅会看到 五件很大的那个雕塑 也是红衣老师的作品 好 如果最近大家之后有出国也可以 特别去找一下 看能不能五件都找到 听说呢 好像被 搬到不同的那个 位置去 不是像我们这样摆 好 那第2个 有没有去永康街吃冰过的 应该有吧 那个芒果冰应该都有吃过 那我们也跟店家去合作 让他 呈现在上面 好 那这个是 就是 最近 最近 有一些那种 艺术结合 那个 医生的 那个族群 因为大家 以前去看医生都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尤其看牙医 我那感觉 那声音听到都觉得很可怕 那 我们就把艺术 置入进去 让大家觉得 好像 蛮轻松很快乐的感觉 然后 他们也会让大家感受到 比较没有那种 因为去看医生没有很快乐的 医生 医生每次都跟我们说 小欧我觉得我们也很辛苦 看到大家都愁眉苦脸的来看我 我说没关系 我们把艺术置入进去 让大家看到小一点 好 那你们在 在那个 那个 帮大家治疗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压力大大 愁眉苦脸的样子 所以 其实很多的艺术 都可以置入进去的 当然有时候去到那个新竹 去偶像剧拍摄 吃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 也会看到艺术品 艺术品呢 慢慢的置入进去 不管是 一般的场域 或者是像 最近我完成的 就是跟一些企业的合作 那 为什么这部分 我也是 很坚持 这个是一个 上市公司 董事长的 办公室 那我曾经在我 踏入业内 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很年轻 有一个长辈告诉我一句话 我 记忆犹新 也是跟各位分享 台湾在十几年前就一直想要做自己的 所谓的品牌 那做品牌 这个他就会找 因为以前都是代工 那去做品牌的时候 他就会找 可以专门去评估 整个企业的这种专业的经理人 那刚好我的一个长辈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是有证兆的 那他去看完 就整个这样 从里到外 然后 包括董事长办公室走完 一圈出来 当然跟董事长讲一讲 但是觉得 后来他跟我讲实话 他说 这个公司 品牌做不成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 同学可以举手发问一下 有吗 没有 Roberto公布答案 他说 这个公司 从我踏入的第一步 那个原地 走到董事长办公室走一圈出来 连一张画都没有 复制画都没过 你说请问这公司品牌做得成吗 超级大的厂 果然 果真品牌就做不成 因为 董事长 CEO 他完全对于 艺术 一点点的想法都没有 他的头脑里面 一点点的存在都没有 那这个品牌是做不成的 你看多严重 你不能永远只在做代工的事情 但是你想要转型做品牌 你就必须了解艺术 所以艺术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你进去连一件雕塑你都舍不得摆 公共艺术年 你至少放一件 那你 大厅年一张画 你就舍不得挂 那你怎么潜移默化 让你所有上千人的员工能 去潜移默化 艺术这件事情 这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从我踏入美国的这些大企业的时候 进去第一件就是一件 大的公共艺术 以后你们也可以注意这件事情 那台湾慢慢我们这几年的那种努力 其实是有进步 那大家一进去 你看董事长收了这么漂亮的作品 他就会潜移默化 跟他的贵宾跟很多人 产生了一种不同的一种 艺术的连结 那这个是跟各位分享 所以艺术到底重不重要 很重要 他也可以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文创 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所有食衣住行都是需要的 那当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 那艺术的重要性 无远佛界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还是一样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 认知跟努力 再来 这个就是专业的部分 这个你们比较困难 但是 Robert在这边跟各位去分享 第一个就是参加国际的艺术节 这个必须有专业的艺术家 台湾受到一种邀请 所以你从前面的努力 增加他的声量以后 慢慢的 去达到 这个作品 能够让人家邀请 邀请去 国际的艺术节 第一步 当然一定 一个台湾的艺术家要红 你要从台湾开始 你说 我是一个很重要 很厉害的艺术家 但是你在台湾都不红 这个 这个部分 就有待上去 所以你要先把台湾的这个领域先做好 再来 这个就是当时在桃园航空城的那个 的艺术节 当然这只兔子他可能也 记忆有些前几年在那个 基隆有一只黄色小鸭 就是这个艺术家叫霍夫曼 那这个就是跟各位讲 直接参加 美国纽约的艺术节 看起来很像最近那个 歌吉他电影快要上映了 金刚大战歌吉拉 这个感觉当时他们 在美国的设计起来 他们是用这样的海报 就整个你从百老汇 去梅西百货整个 走过来就是这一面棋子就是 挂洪毅老师的这件作品 当然这个太开心了 当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们达成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三个兄弟 互相在拍照 但你们现在自拍的效果可能比我们更好 然后我们就在纽约的百老汇去完成这样的一件 绝对不肯的任务 那你想要我们的艺术家作品直接就摆在那个百老汇倒数祭祀 53月那个广场 那种快乐实际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那这个展览呢 他从 大概 六七月一直展到 隔年 所以 当年刚好纽约大学 你看好像那个 上面加了一层糖树一样 其实也蛮可爱的 那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不同的产业我们都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那最后呢 要打造 艺术家的作品 他就是必须有美术馆的加持 那怎么说呢 大家可能 有没有不知道草菅迷生的 这样问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草菅迷生这个艺术家的 好像大家都知道 草菅迷生在20年前 大概 这个 这个画幅的大小 大概是不用带300万台币 但是呢 经过了20年 同样一幅 这样子尺寸大小的草菅迷生 要变好几亿台币 那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跟各位去分享 草菅迷生呢 他基本上呢 他是蛮悲情的 在他年轻的时候 跟Andy Wall 就是一起在纽约的 后来Andy Wall 已经变全世界的大师 但是草菅迷生却 孤单的回到日本 其实对他来讲是有点不太公平的 那后来经过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在 20年前 做的全美 世界的巡回展 一个艺术家呢 只要挑战两个 顶尖的美术馆展览 他的 身价呢 就会受到所有的 认同 当他得到第1个 美术馆的认同的时候 他是回到一个基础的位阶 等到第2个美术馆 直接认同的时候 他的价格可能 暴涨10倍以上 那但是为什么美术馆要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 他的作品够好 然后也回到他应有的时代 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最重要就是 他的作品够好 够好是谁来说呢 就是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的 那作品够好这件事情 第2个 还要他的timing够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当他做了全美的巡回展以后 再到世界巡回展 也有到我们的国美馆 最后的价格就一路往上涨 那回归到现实来讲 能够达成这件事情 台湾艺术家 还有谁 大家可以关注 就是朱敏 只是朱敏老师已经过世了 那会不会产生 小欧我也不知道 但是能不能做到 朱敏老师是可以做到的 作品够好 但是能不能在 挑战全世界 顶尖的美术馆 例如什么 我们去美国 古根汉美术馆 MOMA 或者是我们到 法国去挑战 澳赛美术馆 大皇宫 凡尔赛宫 很多顶尖的美术馆 都应该要去挑战 挑战完了以后 价格 就不是现在 你们寄的价格 所以当同学是对 艺术品的价格 商业模式有兴趣的时候 记住 Rubber 或是有的 以后 有说 欧总监 或是叫我小欧都可以啦 其实都没有 那个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你对 这个艺术家 有没有那个 他有多少的想法 这想法呢 最关键的就是在 你对他的认知 你认为现在就是他最高的地方吗 如果你不认为 就是继续的做下去 有一个长辈告诉我 他说 为什么 早期我们看到的 长玉的作品 跟现在的长玉作品 会差这么多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 之前可能 蔡老师有讲到 包括朱德群的价格 包括赵无极的价格 会差这么多 那我也可以 告诉各位同学 以后会差更多 艺术家 只有什么 只有 第一名 只有最好 你有看过 例如说我举一个案例来讲 你们有 现在看过 反骨的作品 对不对 你认为20年后反骨的作品会使 现在便宜吗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如果不会 那就是对了 艺术品 只有向上而不向下 只有 最好 更好 的作品 他 没有下跌的作品 当你慢慢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艺术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我要跟各位同学去分享这最重要概念就是说 其实 只有我们没有想到 或许你们以后看到的哪一个艺术家作品 跟现在是相差 10倍 100倍 都很有可能 所以 艺术市场的人 只有 你只要是存在的 都有机会 总有是 你的机会 就对了 这是 2013年我们带着 宏林老师去参加日本雕刻资深美术馆的展览 那这个展览为什么重要 其实它是 代表的 直接跨出去海外的 第一步就对了 因为这美术馆如果各位去旅游 都会去香根泡温泉 然后去看这个美术馆 它等于是全亚洲的排名最顶尖的雕塑美术馆 然后当然 台湾就是国美馆 在台中 那这是 西班牙 瓦伦西亚 艺术科学城 其实一个好的艺术品 我们摆在不同的场域 它就能够产生 很多不同的连结 你看 人潮汹涌 那其实艺术家 他想要看到的其实就是 很多人认识他的作品 那 针对一个艺术经纪人呢 我们想要的其实是 因为这个而产生出 更多的连结跟效果 那 怎么去办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 有些 同学可能就是说 想要 要当策展人 那策展人应该要具备 怎样的特质 或是 我要怎么去做呢 我现在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跟各位去 去分享 各位同学如果觉得 想要喝水应该也是OK的吧 会不会口渴 这个 这个是以红毅花样动物嘉年华为例 在 这个展览为什么大家想象不到 我们 常去看很多的电影在那个 旧金山 他这个市政广场 有号称小白宫 非常的漂亮 金碧辉煌 那很多电影场景都在这个地方拍的 那他怎么会让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在这边办这么大的展览 当然一开始呢 我们 都是要有一些规划 规划包括初始规划 整体规划跟我们想要展现的规模 如果同学需要那个PPT到时候也可以 可能再跟老师要一下 我会给老师这样子 展览来讲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展览的目的跟效果 我们想要达成什么效果 再来呢就是 要考虑到山影 什么叫山影 如果以空间来讲他需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去看 很好的口碑 这是他们要的 那 那 艺术家要的当然是他的位阶 那我们要的当然是我们的声量 以一个我们 画廊可以把艺术家推往国际 这就是对一个印象画廊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三方面的考量如果都是 正面加分的 大家就会全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都不为各位 其他人去想 那这个展览可能就办不成 本来你们看到的 他就是这样子空空荡荡的 很漂亮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 就用 但这个你们可能做的可能现在都都很厉害 可能都做得更好 先把它合成起来 我们要的效果 然后我们去用这样去做提案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本来空荡荡的变成这样 会变得更热闹和活泼 艺术家有时候是时代而生 讲时代的 因为 你要想 本来的 现在的那种感觉 都是有点冰冷的感觉 但是他的东西特别热情 草菅迷生 春上农 奈良美智 其实他都符合这个时代是 比较 新的一个元素 所以说 他富有更多的色彩 更为缤纷 让这个场域都会变得更好 所以说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让三方面就取得了一个共识 那当然这里面 也是需要很多的 一些成本 那但 成本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 要去了解的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各位要去了解 风险这件事情 风险这件事情要去评估 那当你能够评估最坏的状况 那你就知道这个展览到底能不能办成 最坏的状况你都能够克服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是全力去从事就对了 那当然 运国外一定要货柜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就装货柜 那为什么不是 各位同学时常看到的用木箱 因为用木箱 会增加成本 那我们用铁的 它可以伸缩 这就是台湾人厉害 就是比较灵活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省了不少的成本 好 那第二个呢 一定要有专业的团队 专业团队就是 我们很信任 然后这一组人对我们的作品 完全可以去 完成它 所以 平常训练就是 像 一个team一样 我们负责规划 那他负责部长 那这个部分 以后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团队 那团队就是彼此信任 然后达到最佳的效果 那但这里面最主要是 因为 美国政府的规格很高啊 所以后面有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也是靠着信任的团队才达成 好 那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 因为他的下面是空的 例如他下面的那个展板下面是空的是停车场 那所以说 如果我的重量太重呢 可能没办法支撑 那不是因为作品太重 是 工具 通常工具都是上盾的 好几盾 所以说太重 所以后来我们就协调用小的堆高机去完成的事情 好 所以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考量 甚至我们用人力去推 那这里面 有一个就是 比较特殊的 本来也很难达成 因为 美国的这个文化上面 就是我们要尊重他们 他们 有他们的那种劳工的权益 所以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必须用他们的劳工 用他们的积聚就对了 而且他们的上班时数 就只有8个小时之后就要休息 好不加班的 那我们后来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说 钱我照付 你就在旁边休息就好了 我们的师傅 来操作他们的工具 好 由我们部长就是 彻夜把他完成 那他们的人就照领薪水 在旁边休息 那这就是台湾人灵活的部分 那我们善用我们的优势 然后结合他们的强项 就可以达成事情 各位同学有听懂吗 很多事情都说 做不到我放弃了 没这种事情 都已经到那边怎么放弃 例如说好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转 转念一下 去改变 那怎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样啊 我用我的师傅 但是 用另外一种方式达成 那他们看到我们的部长方式 其实也蛮傻眼的 就是说他觉得说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方式去部长 那但是我们的速度呢 要跟各位同学讲 如果让他们来部长 一个晚上只能部好一件作品 那可能我们会 那个展览会开天窗 开天窗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 照那个时间去完成 所以 我们用我们的师傅 他说 这是Chinese功夫 对 我说 耶 没错 所以 基本上呢 台湾有台湾的优势 跟我们的柔软 跟我们的灵活 那我们要去善用这些事情 好 那最后当然是完成了 那这里面呢 这些事情都完成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谈判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位阶 什么位阶 有的人说我 作品摆上去我成功了 没有 要双方面开记者会 那记者会呢 这个要要求 这样才能得到很高的位阶 例如 台湾呢 就是由文化部这边 召开记者会 那这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除了这样以外 我们还要就金山 也召开记者会 这就变成国际的新闻了 你看这个 这个阵仗就不一样 在美国的所有的媒体 全部都是 当然这边 这里面 再跟各位分享 因为你办到这个位阶 就可以连结到重要人士 例如我举例来讲 第一位 这一位呢是 旧金山的 文化部的部长 文化的部长 那这一位呢是 亚洲艺术 亚伯馆的馆长 这位男士穿蓝色西装的 洪毅老师嘛 然后这是我们 台湾的代表 驻美代表处 然后这是 前任国美馆馆长 也是策展人 那这里面呢 除了办展以外 连结到什么 但这是我们 就是画面精彩的画面嘛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 那后面有一些因为时间关系有些我会 快一点 如果同学没有看清楚 最后要QA的时间也可以再问我 那因为这就是 展览的一些花絮而已 那他们还办了一个party 蛮漂亮的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有时候 办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自己也是蛮快乐 那当然自己也是去玩 去旧金山然后去看看那边的 感觉 重点来了 他除了办了一个展展览 风风光光以后 谈成了一个 典唱 这件作品呢 就放在旧金山亚伯馆的正门口 有四公尺大的 的一个浮龙 就放在亚伯馆的门口 那亚伯馆的位阶就是 亚洲艺术在美国最高的就是亚洲艺术博物馆 然后他特别有做了一个 一些 一些作品的介绍 但是我听最近的一些朋友 有去 他说 这支浮龙怎么找不到 我说 因为馆长跟我们说 那个 史丹佛大学 他新的一个馆盖好了 缺一件艺术 就把这件移过去了 各位有没有听到 是史丹佛 在我求学的阶段如果哈佛跟史丹佛这种事 我们 梦寐以求的 但是我们没有到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能够把作品就摆到史丹佛大学的 里面 这也是不简单 他的新的医学院那边的 外面就摆了这件浮龙 那这是他们永久典藏的 之后还是要还给亚伯馆 连我的收藏家 去到旧金山他就特别拍了这传给我 这就是 一部分 我们办好展览 一部分收藏家跟我们的连结 所以很多的同行甚至很多的朋友问我说 怎么跟艺术家取得那么紧密的连结 合作 就是要这样子 你一方面达成一些事情 他也觉得很高兴就一起成长了 服务收藏家 这个部分 可能各位同学现在还比较早 但是先让你们了解 你们就说 这个环节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三角的结构 艺术家 我们跟收藏家之间 如果服务的好 他会变得很紧密的连结 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就对了 所以 特别邀请 馆长来到我们画廊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馆长 然后这位就是我们艺术圈很有名的 典藏的检设长 典藏杂志的检设长 那这样子就会连结很多的那种 艺术圈的人士 集合到我们的场域来 那这个 也是很好的一个连结 后来因为那个展览很成功 就直接被搬到我们美国的 双向园 去做展览 那这个就是 以前好像说是 蒋夫人的住所 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 驻美的代表 在那个 华盛顿DC 那这里面呢很多都看起来很金碧辉煌 因为以前也没什么机会去 那后来这件作品就是由美国 那个华侨就收了这个作品 所以有时候 这样的连结会产生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呢 就不 洪玉老师的 那个部分呢 最主要 就是我们从刚刚讲的那几个环节 去打造 当然这个叫做现在进行事 那新的方式 我其实 也慢慢在思考 像前一阵子我们跟了一个 糖果的那种公司 一个礼仿 合作那个小的那种 那个糖果礼盒 过年送礼的 所以让他的声量也慢慢的提高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 一个 一个方式而已 后续呢 很多事情有时候 我的时间点 我也没有想到 或许你们的创意比我更好 可以连结更多 所以刚刚 Rober 一直在跟各位分享说 其实只是有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办法想到 所以说 我也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说 如果你们有想到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艺术就是要 一群人一起做那一件事情 才有办法沉思 那这个 对不起 跳太快 那 现在大家很习惯就说好像我们去 这是那个万海大楼 刚 去年刚落成的在那个内湖 你们现在看很多的企业 都有挂画的习惯 这也是我们 推展的已经大家觉得 很习以为常 甚至现在政府也主推公共艺术 其实呢就是希望让 艺术普及化 包括这玉山金控 包括一些建设公司 你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艺术产品 那以后呢 你们会看到 更多 那这就是以后或许 你们的努力 或者是我的持续努力 这样子 如果现在大家喜欢去骑脚踏车 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 自创的那种品牌 ZIV 大家骑脚踏车 他那个眼镜也蛮Fashion的 老板也很喜欢艺术品 然后我们也会连结一些 就是可能性 那基本上其实 有时候大家看到一些讯息可能都在 像这是报纸 有时候可能是在杂志 那其实现在就是搬到你们的面前来 那艺术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应该要这样 跟你们越来越靠近 那怎么靠近法 你们就要多去 艺博会啦 或是去看一些所谓艺术会推展的地方 往这个领域去发展 那 我会觉得说以后你们越来越拉近这个距离 最后这个呢 他有点困难 但是我要先让各位了解 因为有时候 蔡老师有跟各位分享这个比较专业的部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 拍卖的那个部分 拍卖呢 他等于是叫做 我们是一手市场 那二手市场就是拍卖 例如说从我这边买出了一个作品 最后呢 再送到拍卖公司去拍卖 那 形成二次的交易 他是所谓的二手市场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顶尖的当然是所谓的 苏富比 那他一个是加士德 从这里面看到 我列举这几间 因为各位时间都有限 那你们可以借由这些去看 像苏富比的拍卖呢 他是 4月 初的时候 礼拜五六日 他会在香港 但是加士德呢 下次预展的时间呢 会在5月 如果各位同学到时候我会跟 跟那个蔡老师说 就是把讯息发给你们 你们去看 那是免费的 那 看 看这个 拍卖会的预展呢 他说 各位同学说 我又买不起 或是我不知道怎么 我怎么去看的 有什么 艺术呢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训练的眼力 这很重要 小欧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训练眼力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 持续不断的做 那很像我们在喝那个红酒一样 一边喝 喝的 越喝等级越高的时候 一般酒一喝就知道 是不好 那你的眼睛 训练到 这作品好不好 看到 这是好作品 好作品 只是等时间而已 作品不好 没有机会 那你懂意思吗 好的音乐 好的艺术 好的 酒 都是一样的 因为 好的东西呢 他越沉越香 所以你们训练眼力这件事情 我也是期许各位 持续不断 他只是花你们的时间 不用花太多的 的钱或是什么 当你眼力训练好 他变成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的从里到外 整个会不一样 那国内的拍卖公司 比较多一些 但是你们可以 例如说到6月份的时候 罗福澳 他通常是在万豪 万豪离这边也不远 万豪酒店 那 中城拍卖呢 他这是在信义区的 那景勋楼 这些其实 这些都是 国内的 但是你如果后面太多 没有什么时间 你至少罗福澳 应该要去看一下 他的拍卖 算是台湾 全台湾算第一 所以你们如果对这个领域有了解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 那中国拍卖 也很多 但是因为我先不把重点 重点放在这边 因为我们先了解国内的 那 那 当然保利汉海他们也有在香港 后面这间作品呢 其实就是那两美字的作品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一看 眼力 瞄一下 这是那两美字 他就能够理解 那当专业人士其实就是在看这个 那收藏家为什么喜欢跟我们聊天 其实他也是在听这个 因为我们的眼力 我们的研究 足够到 跟他们去做对谈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们去对谈 最后研究的部分 我举 举这个案例让大家了解 怎么研究 去了解 这个案例其实已经结束了 通常我们在那个学术界的研究 都是 事后去看 那 怎么样去做这个研究以后 往前去看 这是终点 例如像这个 我时间上的话 我会 尽量 争取一下 草菅迷生 我现在讲的是 上一个十几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些艺术家他会很火红 从当时的价格到现在的价格 第一个 他具备的要素是什么 他对于艺术有贡献 草菅迷生所掌控的就是 包括 有人说普普艺术也一样 极简 女性艺术跟环境艺术 这是他对于艺术的一个贡献 那 艺术家对艺术有贡献 然后 具备的很重要的位阶以后 只要时间到 就会形成这个一个方式 那奈良美制 大家能够去了解 其实他的作品的价格是超越草菅迷生 只是 他的 数量没有草菅那么多 所以说他的整个营业额 没有到草菅那么高 村上龙 但村上龙的代表性也相当高 虽然他的价位没有像前面两位 但是其实他的重要性相当高 他也是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个超扁平的代表性人物 这是前阵子在北美馆有展出的 我先跳过 这个是明河晃平 大家 最近有去日本 会看到他的作品 其实我蛮喜欢的 他是一种探索生命的一种感觉 但是你要想他才40几岁的时间 他已经能够攻占美国大都会 包括 或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跟 巴黎的罗浮宫 其实 他达成的一些位阶 其实是不容易的 在同个年龄的艺术家里面 其实他已经超越在很前面了 加藤泉 盐田千村 可能有些 朋友去到北美馆看到那个展览 非常的震撼 那这个艺术家是相当好的一个艺术家 只是就是说 有时候 艺术家很好 但是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大家去收藏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他也要在做一些转换跟改变 风格为市场的主流 因为市场方面所喜爱的就是比较潮流 跟Kawaii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 往整个这个方向去 有时候我们说 你顺着潮流走的时候 你会很轻松 但是你背着潮流走的时候 你好像推进困难 那跟你好或不好没有什么绝对关系 只是你要顺着潮流 包括现在正在展览的这个小松梅雨 在白石 这个离你们也很近 也是可以去看 值得一看 因为 当代艺术家好玩是什么 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他随时办的好的沾 就很像我们去看一个 演唱会 可能在小巨蛋或是哪边发表 其实他就是跟我们很接近的 他被誉为下一个奈良美制 所以说 像六角材质 他其实他都是用涂鸦的方式 涂鸦也是在上一个潮流里面 大家认为是最重要的 关键艺术 从美国的 涂鸦的天王 巴斯基亚开始 巴斯基亚那个连周杰伦都有在搜 所以 整个从美国 拉到 亚洲 整个就是在疯狂这所谓的涂鸦的感觉 那你看他那么年轻能够在大英博物馆被典藏 其实 他们都有一些关键的特质 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写呢 因为他还没有像草菅村上龙跟奈良一样 对于艺术史 产生的贡献 所以他还正在发生 能不能到那个位阶不晓得 好 那这个也是前一阵子非常红的一个艺术家 时间关系我直接用最快速让各位理解 为什么他能够形成一个潮流的方式 因为 他老中轻都有 从 从不同的世代去看 他都有接棒的人 感觉那个 一棒接着一棒 潮流 一个一个一直来一直来 所以说 那种感觉呢 让整个潮流 延续了十几年 但是在这里面呢 也有一些 他也很好 但是不一定有红起来 但是我们有列举 好 那我们现在其实真正的专业研究呢 就是要去寻找什么呢 未来 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 已经发生过的 那已经发生过的 就是 符合我刚才所讲的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他发生过了 那可能他要再沉浸着 十年的时间 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等到下一次再上来的时候 草菅迷生 他还是 更贵而已 所以我们在想说 这样的时间 但是有时候时间也是很重要 我就不会在这个阶段呢 跟各位去讲说先来收藏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 可能要先 等待一下 好 那 各位同学 如果有些不了解的部分呢 现在就是可以透过QA的方式呢 来跟我做双向的沟通 好 那我希望说 让各位同学能够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让你们整个那种观念呢 有一种不同的想象